我們自家兄弟將於5月份提供黃金大贈送 總值最高21,800元 而且都可以由你自由組合想要禮品和回贈 若然想知道詳情的請盡早聯絡我們 置業灣區物業首選自家兄弟 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及協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的查詢都歡迎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和解答你的移民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這次帶大家回到珠海灣仔這邊 就不是再看這個藏龍灣 而是去看一個相當之備受爭議的發展商項目 為什麼說備受爭議呢 因為由上年大概第四季開始 這個發展商的負面消息可以說是源源不絕 也就是說很多的報導都說他非常財困 也被盤停了工 這些都是事實來的 不過最觸目的一個項目就不是珠海 而是中山那邊的街市業大都會 因為買了的買家們 最後 簽不到這個備案合同 才知道 原來他有一批單位是滾在銀行底押 原色滾在銀行底押都沒有問題 因為最重要的始終是 發展商如果真的賣出了這套樓的時候 拿了一些樓款 要去銀行解壓 然後才可以給買家們去簽約 這一點我們之前也解釋過 但是問題所在於 這一批單位 發展商拿了錢之後 就沒有把錢拿去解壓 變成了有一部份的買家 就不能夠進行網簽 這件事最嚴重的地方 是發展商 實順於買家 所以剛才我說 去年年底這個發展商 那麼多人認識 那麼大件事 除了因為有些盤 在澳門在當時停工之外 最嚴重的事件 我反而覺得是這一個 因為令到買家不信任 真的很大件事 或者我們把話題 回到現時這個項目 這裡先 現時 賣最新的期數 你可以看到 它是 臨近著 這個 和澳門之間的 一個海景 本身來說 景觀的 看到的水景 應該是最美的 不過 我想說一個事實給你知 就是我們從我們的航拍影片 裡面所拍到的建築進度 和我們看別人 上年年尾的影片 或者直接說是半年前的影片 那個建築進度 相差不大 可能是有 起多了少少的 一兩層出來 但是整體來說 可以說是保持著 現狀 所以 到底這個項目 現時 最新的期數 等不等於一個停工呢 我相信大家 就自己斟酌一下 反正 我們想告訴大家 建築進度 真是很慢 我們先將 這個 樓盤 這個發展商 所有 不好的事情 過去這 半年裏面發生的事情 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這次 還會過到 水岸華都 這一邊 拍攝呢 因為 主要我們收到 一些有好方的消息 就說 現時在二期那裏 有一些現樓的產品 是貨美麗的 是拿出來賣的 數量呢 亦都是 非常之小 可能你都會問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既然現在這個發展商 雖然 部分的項目 已經停工了 但是正如我們所見 單單在這個項目裏面 最新的期數 似乎工程進度 沒什麼動過 那怎樣可以 給到信心 買家們 買他這個二期的產品 即使是現樓都好 你交到樓 應該就沒問題 不過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下房產證 在這裏跟大家說 我們現時 亦都有一些同事 已經幫了一些 之前他們的客戶 購買了這裏的產品 是收了樓 兼且 已經要去交這個 契稅 反正他在購買之後 包括收樓等等的事 業主們都是具有信心 亦都會有信心 之後是會 拿到房產證 當然 信還是不信 每一個人的看法 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條影片 亦都不是要告訴大家 本身你不信 街市業的話 現在你看完這條影片 一定要信 如果你本身覺得 這個發展商千瘡百孔 即使他有部分的樓盤 復工也好 你仍然 不是太敢 尖守他任何的項目 哪怕 現在都好 其實這條影片 你純粹作為 資訊了解一下 亦都問題 不大的 反正 現時二期 裏面的圓林 包括樓宇等等 其實已經 去到收樓階段 完工了 全部東西做好了 你都可以見到 航拍畫面 會看到 有一些動數 有一些單位 其實已經有人入住了 當然 我們前段的內容 講到 街市業一次 富製危機重重 但我們都見到部份城市政府 是有協助這個發展商 我們都期望 最終這個發展商 是能夠順利把他所有樓盤 交到樓 給業主 我們是不希望他 會遇到什麼 真的要破產 等等的問題 現在我們看完這個 航拍畫面之後 就跟我們Jerry 去了解一下 現時 佳兆業 水岸華都的 二期 到底是怎樣 Hello 大家好 今天都是我Jerry 今次我的鏡頭 是到了這個 珠海灣仔 這一邊 之前 佳兆業水岸華都 這個項目 在疫情之前 賣得非常火爆 後期 第二期 也是 收樓 現時 上華都第二期 有部份 現貨單位 大約有七套 在開售當中 我們就精選了幾套單位 進去裡面 看看 裡面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立即上鏡頭 去看看 剛才在前段 就講了很多內容 不過 都未有一些 關於這個項目 現時 這些現樓產品 具體價錢 等等 的一些 解說 在這裏 補充 首先 現時 叫做 只有七套的 單位 可以在售 而且 單價 算不算很便宜呢 如果對比現時 一些在售的新樓 甚至是樓花那一類去比 其實的確是便宜的 最便宜的大概是 三萬內的單價 即是看到 二萬多元 二萬八 二萬九左右 就買到 而且總價方面 是說 大概 一百五十多萬左右 也是屬於高層來的 不過 面積當然比較小 也是唯一一套 二百萬以內 可以買到的現樓產品 如果再數上去 基本都要去到 二百多萬 或者三百多萬 因為這些面積都會比較大一點 包括八十六方 去到大概 一百三十方 左右的產品 其實介紹這個發展商 在過去這大概八年的時間 裡面 都可以說是多時之臭 因為早早在 2014年的年尾 去到2015年的一月份 左右 就已經開始有媒體報導 他是有債務危機的 這個可以說是 對上一次 這個發展商 都遇到的債務危機 而且很多媒體 也都對他一沉八柴 在2015年的年頭 左右 融創中國 也是有購買他的一些 上海項目 也就是說 幫他 減一減債務 簡單說 就是幫他套現一下 直接給了二十幾億 他買了 一個項目 回來 去到2015年的 大概三月左右 街少爺也有停過牌 當時 深圳 有一堆的項目 是被禁售 後來 也陸陸續續 解封了 而在當中的過程裡面 街少爺的一個 創辦人的家族 也是有把自己的股權 出售 給融創中國 可以這樣說 當時的融創中國 某程度上 在財力上 是支持了這個街少爺 但變相 你也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說 就是襯貨打劫 因為可能 他也是用一個相對平價的價錢 買入街少爺手上 持有的一些 相對優質的資產 都未定 簡單來說 整個2015年 街少爺都遇到很多問題 也有出售資產 也有換了他們的 首席執行官 等等 去到大概2015年中 陸續續就解決了 一些債務上的問題 解決了延微之急 接下來的幾年 都可以說是相對地相安無事 正常地去發展 股價亦都回升等等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在那幾年裡面 某程度上 樓價的升幅 土地的升幅 亦都幫了這一類型的發展商 2018年 本身街少爺 都陸續續 投入資源 在香港這個市場上 但是 隨著國內的一些 雲觀條件的政策 可以出台 令到這個發展商 再要去借錢 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在上年的3、4月 街市分別有 購入一些 香港的 啟德那邊的 土地發展權 還有一些 寫字樓 譬如說中環中心38樓全程賣了下來 但是在同年的11月 已經是放售了 以上的一些 權益 也就是說 其實去到上年後 街少爺已經負債太厲害了 必須 要再度出售資產 去套現還債 不過說到沒有 我們都不希望 這個 曾經輝煌過的發展商 最後是 熬不住等等的 希望他最後 都可以平安地度過這次的銀機 現在我們 Jerry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水岸華都的一棟 上面的燃柳單位 大家可以看看 蓋好之後的產品到底是如何 看一套一棟一單元2401的單位 120平方的做四房設計 過來看看 入門這個膠標 都是膠庫標準來的 光鑑膜和文指紋鎖 好了 最後回來了 這邊正式是自己家的位置 以後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 去做一個鞋櫃 鏡頭的右邊 是一間房間 這間可以拿來做客房 然後這個向頭是向著 東北向 澳門方向偏東一點 可以看到下面的公園景觀 還有 那個食鬼站 加上遠林景 OK 這個 南北對流設計 肉眼所見到的 都是膠樓標準來的 天花吊頂做好 背景場做好 地磚呢 都是有賣的 這裏呢 有成四米的 接近四米的一個海間 我們呢 出去煮陽台看看 煮陽台呢 跟剛才房間一樣 都是東北向 下面 望著遠林景觀 那邊呢 北向呢 就看到山景 這裏呢 對出去那邊呢 如果下邊 如果下邊 街市最新的這一期 保持這樣的現狀呢 還可以看到澳門景和這個 河景的 但是如果 或者是 起了起床的話呢 那麼這個景觀呢 就會有所遮擋了 OK 再回來啦 客廳 飯廳 飯廳帶了個 大飄桌 全陣送面積 這邊呢 向後面呢 都是看到 山景的 那邊呢 就是灣仔海鮮街的方向 看看廚房先 廚房呢 就這些肉眼所見到 都是膠負標準來的 三件套 會齊全 收入煙機 造台 和一個消毒碗櫃 這些吊櫃呢 也是做好的 我們看一看 上面這個收入空間呢 兩層的設計 下面呢 都還有 這個抽拉式的 可以放下碗碟碟 雪櫃呢 就要自己買了 還有熱水龍呢 都要自己去買了 最後呢 看看另外有幾個房間 和衛生間 這個宮衛 宮衛它在下面 地角線這裡呢 做了一個瓷磚 可以 減少 水對木頭的腐蝕 其他這些都會是用眼的 用眼索 有很多的膠標 裡面這個 公用衛生間呢 下面呢 它做了一個 房滑 還有呢 也有一個凹位呢 是方便分排水的 而且鏡頭這裡可以看到呢 它是 有個空間 給我們可以放每個月的 好 這個呢 就是 公用衛生間啦 再對下看看 景色的房間先 鏡頭左邊 這間也是大飄桌啦 也可以做雙人房的 這個向頭呢 都可以看到那邊的山景的 往最後盛街的方向 它下面這塊地呢 其實將來呢 都是屬於街市業的用地來的 如果在後面這個山 剛才那個山景 會不會持續有呢 就要看回後期的街市業 或者後面那塊地呢 會不會再有機會興建了 那這邊呢 也是屬於 東北鄉啦 另外一間房間 好 最後呢 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帶了一個大飄桌 我們看看 那現在是 外面這樣看出來呢 看到環球金融島那邊 還有十字門水道這裡 在這裡 在這邊呢 也是帶了一個 雙開門的 衣櫃如流位 最裡面呢 就是主人房帶吐司的啦 OK 那這個呢 120平方 一棟 的 24樓 總售價呢 大概是 403萬左右 剛才看的呢 就一棟啦 現在呢 我們再去看 現在是4棟的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由於那些貨尾單位 是分佈在不同的動數裏面 那所以呢 如果真的看多套單位的話呢 就好像看二手那樣 去到每一棟每一個樓層 去看剩下這些單位的啦 不過說真的那句 能夠買那一套看那一套呢 其實理論上對買家來說呢 是更加特益的 現在到了4棟 看一套呢 就三樓的單位 113平方 那麼現在呢 4棟它是全座 都是無起交付的 那麼越難呢就見到呢 除了 入門口的一個指紋鎖 和鋼鑽門 是交流標準的 其他呢就是無P的了 可以看一看到公安結構方面先 入門的話呢 就鏡頭右左邊 是有個廚房位先 廚房呢就 做好了之後呢 其實兩人呢 站在這裡都有 比較充滿的空間的 廚房旁邊有個小的生活露台 生活露台呢 我們可以下衣服啦 或者是放下這個 洗衣機都可以 都可以的 好 我們再出來 這個壺形呢 它類似於一個橫廳的設計啦 客帆廳是一體的 而且客帆廳旁邊 也是有 玻璃窗啊 客帆就是有陽台 整個客帆廳的採光 和通風都OK的 相反來呢 這個朝向向北向 可以看到 對面的一個 啊 一旗的景觀 這邊呢 這邊呢 就會對回大街多些少啦 OK 其實我們呢 可以這樣 關回這個窗門呢 看看 外面大馬路的噪音呢 會不會有所影響 其實相對來說呢 都 還算OK的一個 當然啦 其實如果建議 剛才我們就這個 廚房門呢 沒有關係 關回它呢 相對來說都比較安靜一點的 好 衛生間 最後呢 就是 休息區 先來看看 鏡頭左邊呢 它有一間房間 這間呢 可以做雙人房 在鏡頭右邊呢 有另外一間 也可以放雙人床 向頭方面呢 都是向著北向 這一邊 亦都帶了一個 大飄台 最後呢 我們看看主人房先 主人房呢 可以在這邊 做個L型的衣櫃啦 將這個 衛生間 和休息區呢 就分隔開 看看衛生間的位置 好 最後呢 這邊兩張 咪白的大床 亦都可以用 這個大飄台的 主人房向南向 看回小區的 源臨景觀 然後呢 好了 這套戶形呢 就大概是 324萬左右 我們再來用 第一身的視角 看一次這套 四棟的 三樓 301 的單位 這一邊呢 全部都是毛皮交流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 聽著音樂 慢慢欣賞 每天都可以用 但是 我們要不要 請你 偶爾 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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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